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名号为《无量光佛》 那时 先后有十二尊佛相继出世教化 有一大劫之久 最后一尊佛名号是《超日月光佛》 正是他教我修习着念佛散美 譬如说 有两个人分离了 其中一个人十分想念另一人 可对方竟然忘记了他 如此二人即使偶然相逢了 也等于未逢 虽然相见也等于未见 可对方竟然相逢了 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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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久念不忘 必定从今生到来世都形影相随 不会违背分离 十方如来连念一切众生 也如同慈母想念儿子一样 倘若儿子逃去 想念碎身又有什么用呢 儿子如果能想念母亲 也像母亲想念她的时候一样 这母子二人 虽经历今生来世 也不会互相远离 假若众生的心常常异佛念佛 则现在或将来必定可以见佛 离成佛不会遥远 不必借助其他各种法门方便 自然就能开明 犹如燃香的人身上就有香气 这就叫做香光壮严 我原本在阴地修行的时候 是一只念佛的心 入无圣人 现在我在这娑婆世界 帮着念佛的人归到极乐境 佛问我 法心修行应从何渗入 德正远通 我没有别的选择 唯有收射六根 让念佛的静念长相继续 无有间断 如此念佛一心不乱 必能得三摩地 以这个法门最为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